2018年的3月份 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 其实给我印象最深的 是3月17号北京的一场人工降雪 这个日子我们很多人 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会不断的提起它 因为它是一个结束的开始 我们都知道我们之所以称这片土地为中国 它不仅仅是地狱上的一个符号 所谓中华民族 中国文化 它就承载在这片土地上 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心中 中国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 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看待它 历来是众说纷纭 我们知道在这个地球上 大概有七十多亿人 主流的文明有三家 一个是无神论 或者说我们把它称为叫多神崇拜 它没有一个特定的神 但是它们心中都有一个老天爷 都有一个自己信奉的东西 可能它不一定说得很轻 也有人把它细分为 什么蟒蛇啊 蟒鼠狼啊 称之为叫宝家仙 那么更广泛一点 可能有祭祀祖先的龙根文明 这种移成 那么第二种文明呢 是基督教文 基督教文明 覆盖了整个世界 当然了 它集中的国家也有 教派也是比较繁杂 最后一个我们能找得到的 应该是伊斯兰 就是信奉 分子这些穆斯林 他们也分为很多的教派 其实这三大文明的碰撞 就导致了 今天我们见到的这个世界的多元 其实这个世界 几千年来 一直在各个教派的争斗中 各个国家之间的争斗 很大意义上 其实也是文明的 那么看待这个国家 包括我在内 每个人 其实做的都是盲人 摸象的 这么一个工作 受过一些教育 完成了良好的 基本训练的 所谓的文明人 偏重于西化 偏重于基督文 特别爱好文科的 我们把这个拿下来 特别爱好文科的 有条件的 可能去 学一些 其他国家的语言 那么他还能做一些 比较文学的工作 大多数情况下 中国人 所谓的中国文人 做的 基本上 也就是 中国文化的 一个场景 最近呢 开始有一些恢复了 其实前一段 做得非常不好 因为他们自己 没有把它学到位 文化出现过断层 在中国历史上 其实有三次 有外来 第一次呢 是元朝 这是汉人第一次 明明确确的亡国 其实真正的汉人 建立的国家并不多 我们说他朝代 并不多 那么我们说 某员 第一次 拿到这个政权 他们推行的是 草原的文化 对汉文化 有过一些 预备吸收 这么一个工作 其实他没有坚持下去 从真经死后 没有一个 某员的帝王 或者是王族 好好地学习汉文 所以 某员的统治虽然残暴 文化出现了一些断屈 但是整个国家 因为管理者不愿意学习中文 所以底层的文人 百姓 倒还是有一些 很自由 因为领导人 他听不懂 你可以去骂 所以我们看到了 后来的原曲 在中国文学史上 他是一个高峰 就是这样来的 他这个宽松 是由于监管者的不得力 到了满清就不同了 满清是采取了 某员的历史教训 他完全汉滑 甚至满洲的这些皇帝 到最后 自己连满语都不会写 说也只能说一些比较简单的 我们知道满文 它传承下来 但是不是每一个满洲贵族 都去重视的 整个满清的统治时间 出现了很多 这种冤语 或者叫文字语 这就是因为 他们钳制舆论 不过好就好在呢 整个清朝的这个 统治时期 因为他们接受了汉滑 尤其是主流的儒家文 他们其实还是把这个 人数 人孝 作为一个相当重要的考量 大多数事情 他没有做责任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杨莱武小白菜的这种案例 被翻案了以后 他能牵涉到一百多个官员 朝廷严加成熟 当然了 这个政治上的分数 总体上来说 几股民渊也好 上访也好 它是有结果的 哪怕是特例 它也起到了一个正面的作用 我们现在遇到的这次 说句良心话 它是整个民族的问题 这个民族 试图用一种 新的方式来塑造 现代国家 打造一个 能够追赶 世界强国的 这么一条路径 1949年 中国成为一个准社会国家 经过后期的一些改良 一些改革 一些所谓的革命 后期还发生了一些政变 它始终在切换 寻找的一条 相对于中国 比较顺利 或者说能够超进道的 这么一种方式 准备用最短的时间 追赶上世界强国的部分 恢复 中华古老帝国的 这种光 其实我们知道 从帝制被取消以后 中国做了很多成事 从袁世凯的 民国大总统 最后走上了 汉人需要一个皇帝来管的 这么一条思路 恢复了帝制 他自己作为一个汉人 来当这个皇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 这个道路最大的问题是 他堵死了 其他人上身的空间 别人就是为这个国家再经历 手上再有兵 再有钱 再有粮 他也不能推翻你 去当这个皇帝 是吧 如果仅仅是一个职位 不是世袭的 你当完了总统 他可能 也能当一个总统 光宗要主 所以红线这一朝 只维系了83点 很快就结束了 袁世凯死了以后 中国没有一个具有 全国性威望的领导人 所以就导致了后来的 各地事实上的割据 连袁世凯时期 大面上的这种统一 都没有人做得到 唯一的亮点 是在北洋时期 出兵收复了外蒙古 当然了我们知道 它是很短暂的 军阀混战开始以后 国民党作为一支 新生的 具有零聚力的力量 他们大肆地策反 各地的军阀 凭借 广东一省的说服 实施北伐 整个北伐 它不完全是打下来 其实有很多政治者 精元来说 那么我们看到了 通过北伐 国民党拿到了 全国性的统治权 其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 但最终 它站住脚 从法理上 它能代表整个民国 这个动作 其实它开启了 武装夺取政权的 这么一个例子 尤其是以政党 组建的党军 作为武力 预备压抚强 即便后期 通过引进 德国将军 帮助中华民 改造了军事体系 军工体系 但它其实 归根到底 还是靠枪杆 打出了一个政权 所以 很多人一直说 枪杆的里面出政权 是毛泽东所 是一条治理名言 其实不是 中国从有史以来 一直是枪杆的里面出政权 就是我们所谓看的 周治 周历 天子十二时 大国三时 下国一时 说的就是军队 包括你蹭的教育 你举办一些典礼 歌舞纪的人数 它都是有约定的 所以呢 中国 从结束地质以后 这一百一十多年 其实是没有平安过的 它一直在闹着 不管是哪一朝 它都希望 把中国建设的更美好 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因为你如果说 你想当皇帝 你肯定 希望能够风调雨顺 人民安康 天天有人发自内心的颂养 因为他已经是 孤家寡人了 他没有什么可以追求的 后宫的嫔妃 他起立 已经跟不上了 他不会再有需求 你就是再漂亮 他也得有这个精力 你说钱 天子的内讨 直通国库了 他没有钱上面的需求 那还有什么 就是满足一个虚荣性 所以你要说 哪一个帝王是傻的 有 尽惠比 是吧 核不食肉 核不食肉迷 那个 除此以外 应该没有 没有特别笨的 或者说先天遗传的 这种 扎属遗传病 是吧 一般没有 尤其是开国皇帝 通常都是很精干 所以这个问题呢 它是一个长命题 你可以在这些段 调侃一下 真正要看清楚 中国 其实还是个人的眼光 我有的时候觉得 国外的一些观察家 就西方的一些汉学家 他们的角度 可能啊 比我们 更中正一些 为什么 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 或者说 曾经是 中国人 你现在换了护照 是吧 你只要关心中国问题 你的出发点 都是从自身的学养 自身的教育 以及家族 朋友 师长 甚至你的同事 或者说某一个课题 你从这个角度 来阐述它 所以我们有很大的局限性 整个中国 它其实是分开的 南方人和北方人 文化上的差异相当大 城市居民 它分一二三四 县 到最后可能是小城镇 那么跟农村的农民 它又不是生活在一个体系 我们不谈政治上的权利 什么投票权之类 这个我们不用去谈 我们只讲一点 他们每个人的生存环境不一样 他们要的东西也不一样 你让他们用统一的角度 来看待这个国家 这是不现实的 可能未来的几十年内 这都不现实 悲观一点的 可能说要三百年 为什么 因为中国历来 它是人分五等 十分五色 甚至我们写的东西 跟我们说的话 它都有一个言文不一 就这种差距 它事实上是存在的 范宗衍曾经提倡过 先天下之忧而忧那一段 他其中说过一句 他要求做人 你要分在朝堂上 你们享受 你当老百姓 当平民的时候 你们享受 这是一个追求 这是中国文人 对自己的一种追求 处江湖之远 贼忧其君 居庙堂之高 贼忧其民 做不到 每个人 生活在中国这个社会中 你必然要为自己 为自己的家庭 甚至为自己服务的团体 尽一份绵薄之力 那么就存在一个问题 我们每个人 看待这个国家 它其实是固有的 整个中国 能够清清楚楚 看到现状的不多 能够完全清晰地 表达出来的更熟 基于每个人 他所处的立场 不一样 他所服务的团体 或者作为一个个体 他为自己心中的这份练习 他是有一份的坚持 所以我们每个人 说出来的话 我们眼中看到了 中的 当然了 经过修改以后 保持一定的政治正确 又能很严肃地 发出自己的声音 能够形成文字 能够形成视频 跟你原先的出发点 或者中正的一个观点 伤差太大 这个差距 它跟事实 可能就已经十万八千里 我们不一定 能够为解释 中国现象 做到什么 我们只能保证 自己能够尽可能 冷静地去思考 去阐释 什么是中国 我们并不是万能的 我们也不可能 把中国 目前的现状 看得好 因为我们既没有当政 也没有坐龙 我们只是一个 普通的城市 不管你在国内 还是已经出来了 我们看到的 都有自己 不现实 可能有些人 因为专业的原因 去过农村 或者去过工厂 或者进入过 进化经济的一些 关键的部门 那么它的眼界 可能会开阔一些 但这个东西呢 它不是绝对的 它不是绝对的 只能说相比有些人 或者说相比大多数人 你可能会 稍许好一些 眼界 开阔一些 这个东西呢 每个人都有发生的权利 我们可能有些人 是憋不住话 像国家 有些人确实出于 对这个国家的爱 当然了 求民的可能更多 我们只能代表自己 从我的角度 我来看 中国其实很简单 国 政权 完全可以分离 这片土地上 出现的文明 有记载的 不下于三千 爱经 更迭了很多个朝拜 进入 皇帝 这种专制 或者说这种极端的 专制 已经两千多年 从秦始皇开始 一直到现在的事情 中国的政治 中国的政权 中国的政治 它更类似于 皇帝 它的本质 是没有变化的 我们知道在 消除地质以后 这一百多年 有过一些波动 真正你要回过头来看 北洋时期 它的言论是最开朗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没有全国性的 推广 就是说 政权自身的正义性 是最微弱的事 它被迫开放了 那么进入蒋介石 我们看到的最多的 经常调侃的最多的就是四个字 就是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看到的 叫磨坛国事 那么到了毛泽东时期 曾经搞过短暂的 淡化其放 最后我们也看到了 毛泽东亲自写了一篇文章 叫什么呢 事情正在悄悄起变 跟着就反应我了 就文革了 那么上过当的一批人 很小心地熬过了文革 到了邓小平时期 为一个转暂的开放 其实我们看到 更多的工作 是胡耀邦做的 所以我们才看到了六四 这就是一个群众技术 是一个人心的技术 国人是非常怀念 胡耀邦短暂执政的那么几天 虽然是个儿怀念 但是大面上的事 是他做的 从老一辈的 这个国家干部 或者说中国的这些 基层小官员 中层的一些官员 高层的有一些 很多可能都是子女 遗孀来品尝他们的毒药 真正能继承的 可能没几个 但是不管怎么说 胡耀邦他主持了 关于文革 关于反右的一些 平反的工作 至于知识分子这一类 他更得人心 因为他比较接地气 那么后世的中国领导人 包括习近平他们这一代 都是在胡耀邦时期 由李锐亲自抓的青年干部 就所谓的第三梯队的培养 进入这个大名单 一一拔着起来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 邓小平时期 最得人心的台面人物 是胡耀邦 没有知识 江泽民呢 更类似于一个小丑 胡锦涛只是一个维持会 习近平这一代 才是真正损血的二百 他们把这个国家 把这个政权 他们是当作自己的私权 所以你不管处在中国的 任何一个社会地位 社会层面上 你不管在哪一个环节上 这一点一定要看清楚 中国正在发生很多 变化 这个变化更接近于毛泽东时期 但是本质上它是有区别的 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 他们多多少少经过了民族 经过了民国 他们经过了一些思想 不管是军事上 政治上 经济上 他们有对照 他们可以借鉴 从他们起兵开始 他们是有的一颗熊心来改天换地 采用一套更适合中国人的道路 复国墙 让中国能够属立于世界民族之人 而习近平就不一样 他手上的中国 对他来说 是一份私产 是一份继承来的 这种家产 他想千秋万代的统治这个国家 他想留下来一个千年不灭的地 并且能够牢牢地把握住这个国家 就是所谓的永久之争 上一个提出来这种观念的 是希特勒 所以 他不仅仅既查 中国的帝国思想 他同时也吸收了 第三帝国的梦想 我相信他真正看的书 他最有兴趣的应该是我的奋斗 而不是西方文学作品 别的东西他也看不见 就好似写的这个东西 他可能 也是有幕僚帮他简化的 要不就他小的时候 他都摸摸看 到了这个年纪 你想改变他 或者说你想鼓励他 通过舆论的压力 舆论的引导 来希望他 做出一些改变 这是不现实的 中国始终在这里 你不管换了多少朝代 变了多少地国 你把这个土地 你把这个国家 糟蹋成什么样 我们这个民族 它的恢复能力相当强 中国人之所以隐忍 并不是他们没有牺牲精神 而是中国人 没有到改朝换代的时候 他们始终形成不了合力 现在民意的基础已经有了 就是一个整合的功能 如果有了爆燃点 我相信 变化就在一瞬间 我们下期间的关于 中国人之间的关于 然后是中国人之间的 他们将费的关于 相当异点 我们下期间的关于 中间的关于 然后是一瞬间的 是什么 我们下期间的关于